职丫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 从新鲜到退休 哈喽我是主持人Pola 在12月份我们推出学霸系列 其中第一周我们播出的是 学霸当工程师 今天邀请的来宾是Jenny Jenny她目前是在房仲业担任后端工程师 主要的工作呢是开发维护网站的功能 还有就是整体的在开会的时候 会讨论整体的系统流程啊设计等等 我们请Jenny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我是Jenny 可不可以多介绍一下 Jenny你过去的工作经验啊 我之前上一份工作 我是担任那个精神科 然后急性病房的护理师 精神科急性病房的护理师 Jenny很年轻哦 现在 现在28岁了 28岁 所以护理师的话 您过去的大学是念相关科系吗 对我是念护理系 护理系毕业 长庚大学的 长庚大学护理系 所以你很多同学都是护理师嘛 所以好像念护理系 理所当然都会进到诊所 跟医疗机构担任护理师 那在那边待了多久的护理师 做大概四年多 中间的那个转折是什么 护理师也做了四年也不容易耶 对其实四年还算蛮久 自己是觉得说就是工作 一直面对有一些病友 他们因为病情的关系 或是人格特质的关系 他们就会很 比较难去遵守病房规范 不去遵守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难去 handle那些场面 例如曾经哪些 有失控的场面 他的画面就是那个病友 就是站在护理站前面 对你就是 咆哮吗 会咆哮咆哮 那种情绪都很愤怒 质疑你 针对你 很 歇斯底里的 对有些不好听的那种言语 都会都会出来这样子 什么叫不好听的言语 脏话 脏话就一滴 肢体上的攻击吗 这样的病友也会有 不过那不是我当时觉得最 最想离开的原因 那你当时最想离开的原因 是什么呢 因为护理师的工作 其实是辛苦的 病患本身的议题 或有病患家属的问题 公时的问题 你那时候 最想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那些那些问题我是还 我觉得 可以克服 对 最让我不能克服的就是那个 当刚说那些病友 很质疑你的护理措施 刻意刁难 可是他们生病了 之前就是有一个病友 他外出回来医院 带了很多饰品进来 装饰品 做一些 比如说 危险的事情 转卖啊 对啊 当然病房就 要避免这种交易的事情 对 因为如果我们 这种他有交易的话 接下来就会有一连串 复杂事情 就是开始有人会说 谁谁谁 欠我多少钱 没有还啊 请护理师 请护理师来处理 他就会很气拔弩张 气焰很高张 说什么不行 我觉得每次面 那种场面 我自己都很吃力的 就是对于一些人的冲突 你比较没办法处理 是不是 就是除了当下 当然就是会很紧张 然后呢 要安抚他 然后不能接受 就是那你去 可能找值班医师来谈 找你们护理长 接下来就有一连串 这样的事情 要面对人的工作 比较会碰到这样的事情 一而再再三 每次碰到这样的场面 那后来你有努力去 增加自己的 解决问题的能力吗 还是后来你就决定 要离开护理师 其实我有试着 也像学长姐一样 好整以暇的去应付 其实到后来 试都可以啦 还是你不适合在精神科呢 也许你在其他的科 会好一点呢 当时其他科我是没尝试 我是想到 因为自己 文静一点的人 内向 动作不快 对于那种比较 需要短时间内 然后要急着做出决策的 我还是比较偏向 可以有时间慢慢思考 OK OK 那在当护理师那一段 你刚刚讲的那个例子 是其中一个例子 还有没有别的例子 现在回想起来 会觉得有点害怕的 如果是害怕的这种感觉 那就是攻击性 比较高的病人 你曾经被攻击吗 那天是什么样的状态 有一次是有一个病友 他在房间里 然后因为换听的关系 他很生气 我不晓得他听到了什么 他很用力的摔 中午吃饭的灵洗块 很用力摔到地上 那时候我们就听到 他这个声音 听到声音 然后就从房间门外去看一下 就看到他 这个情况不太妙 他就是已经失控了 他没办法控制自己情绪 然后可能会造成别人的危险 然后我跟学姐 我跟学姐就决定说 要请支援来 要叫支援 因为要准备 约束病人的行动 然后呢 学姐她就先去教支援 那我在 你就变现场一个人 对 我想 对 我在大厅 我想说我在房门外 看一下他的 下一步举动之类的 看着 他们的病房 就跟一般病房一样吗 对不对 还是说有特别的 行动限制的一些设备 我们那精神病房 是封闭式的 封闭式的病房 然后里面有大厅 然后有几十间房间 对对对 那你就是在封闭式 里面的大厅吗 那那个大厅 跟他的病房之间 是可以自由移动的吗 对 可以自由移动 但你就在门口看 看着他 这样子 然后呢 然后他就忽然 下一秒 转过头来 看到我 跟我四目交接 然后他眼神很愤怒 前一秒 我才刚跟他四目交接 下一秒 他就忽然 向我跑过来 忽然就向我追 追过来 然后我就 这个身体反应 就觉得 他不妙 他追我 对 然后我就赶快往 刚刚往另外一个大厅跑 是 而且他是男生 他还蛮年轻的 所以他 跑步速度还蛮快的 他就忽然追着我 然后我就跑 就攻击你了吗 有受伤吗 还好 那次还好 因为他在跑的路上 另外的学姐 同事们 看到了 也在 也在 对看到了 我同事们就这么拦下他 同事一拦 他就忽然就冷静下来了 他就忽然就会复离子 我就赶快跑进去护理站里面 我同事赶快从护理站里面 帮我开门 赶快让我跑进来 是是是 所以你现在想起来 那次的经验 还是会有点发抖吗 现在想会觉得还好了一点 没有受伤 对 没受伤 但心理上面的害怕是很巨大的 对 那个当下很巨大 我如果被他追到了 我一定被打 那这件事情对于你做护理师 是一个很大的阴影 是不是 就是你随时会担心 可能会被病患攻击 还是说这种场面没办法控制的 让你会觉得比较紧张 我对这种场面 是真的蛮紧张的 不过 会不会害怕被攻击 我是觉得还好一些些 因为其实 这些都是可以预防的 现在回想起来 如果说 再发生一次这样的事情 我会跟着学位一起回护理站 因为护理站外面这样子 实在是太危险 其实之前也有一些征兆 应该是有一些征兆 他对我会有特别一些 妄念 不是坏的 有时候会在护理站外面 就看着我笑 就特别看着我 那也会让你害怕吧 如果他只看着我笑 我是觉得还好啦 对 不过他情绪不是很稳定 就是上午可能很开心 然后忽然 可能又哪个幻听来 然后又会发脾气 这样子 如果这样不太稳定 对 就会有一点危险 那这个是你四年里面 印象比较深刻 意外的经验嘛 但是后来导致你想要离开护理师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 但是种种累积下来 你就觉得说 想要离开护理师 反而跟那个公使啊 血汗啊 这种标签不一定没有 就是没有关系嘛 对不对 那那些都 我觉得算是其次吧 可能可以说 这可能是个原因之一 但不是我真的觉得 会想要离开的那种原因 真正想要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精神科 就是一定会碰到 比较刁难的场面 有一直觉得自己 这个个性好像就是 不太擅长这样的 应付这样的场面 不如就是找看看 擅长 比较擅长一点的事情吧 那为什么会是工程师呢 不是其他的工作呢 就在我重生的念头的时候 就去看 重新认识自己一次 擅长了什么事情 好 你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你确定 你觉得是工程师 第一个去看的是 以前在学生时期 做的一些职能测验 职压性向测验 其实像网路上 应该也有很多 结果工科的不少 从头回来看一次 是还蛮惊讶的 跟我自己 跟我自己觉得的自己 好像不太 不太一样 嗯 所以你先做了这个测验嘛 对不对 做完之后呢 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再看就是理工 如果要转行的话 哪一个行业我会比较 对我来说比较好转行 就是 哪个职业这样 哪个工作 哪个职业 跟行业不一定有关哦 工作对不对 嗯 好 然后呢 那然后呢 之前有大概听说 就是可能坊间很多 那种软体工程师的培训班 早知道也有 然后亲朋好友 可能以前聊天的时候 是是是 有聊过 嗯哼 就是 看起来好像可行 怎么样 怎么样叫做看起来可行 觉得可行 也是因为 因为培训班 他会有媒合 看到说 就是有很多人 可以找到 顺利找到工作这样子 那你怎么有把握 你过得了培训班 不会觉得说 自己有点门槛跨太大了 半路出家 大家听都觉得跨很大 对啊 你没有觉得自己跨很大 甚至有人都会觉得说 我跨很大 我干脆连培训 我都不要培训 我还是找 一样的工作 但是我换一个环境 算换很大 不过我觉得 身上有两种 专业也不错 哦 这是一个想法啦 嗯哼 然后在我以前 国中高中大学 其实也都有上过一些 城市设计的课 大学我有去修通试 这么有远见哦 大学就会修通试 通试的那个城市的课 对 而且那时候通试课就很多 很多那个嘛 对 都可以选择 对 看到城市我就立刻选 冥冥之中 你就会找 往这个方向走 用抢也要抢到 OK 用抢也要抢到 对 就很想要去上课的 经验也不错 OK 所以你这时候就 毅然决然的 想说算了就自学 你那时候去学的时候 已经辞职 没有做护理师了 对不对 嗯 所以那时候是 下了很大的决心嘛 然后我们的理解是 像那样子 比如说三个月 六个月的课程 即使费用也 也不算便宜嘛 可能至少要 一般上班族的 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的薪水 你那个时候 怎么样透过 学习这件事情 成为工程师 没有想过说自学吗 可能我个人关系吧 我比较 我是蛮喜欢那种 就是直接去上课程 OK 直接去上实体课程 对 对 然后刚好也算是一个 督促吧 嗯 就可以也是学习的 蛮有效率的 哦 那你在学的时候 会不会 一下子觉得 很困难 或是有曾经想要 算了 退训 我还是去当 护理师好了 反正现在护理师 也很抢手嘛 薪水其实也 也不会太低啦 对 我是说跟一般 工作比算是 很辛苦的 嗯 但我没有这样子 嗯 觉得我学习的 状况 我觉得是还OK啦 嗯 那是怎么样 设计的 让你可以从一个 呃 门外汉 变成 你这个结束之后 就马上找到工作了吗 嗯 差不多 哦 六个月的时间 是不是 嗯 对 那你怎么样 在这六个月 脱胎换骨 从一个护理师 哦 就是有一些 活在那个病患 常常意外 走终的那个 阴影之下 成为一个 呃 就企业都非常需要的 后端工程师 呃 从零开始 真的 真的 嗯 这是从零到一万 几乎是 零到一万 零到一万 零到一 哦 是是是 零到一 对 从上课 就是从 最基础 最基本的 观念开始教 基础知识啊 先 我觉得基础知识 要打稳啦 基础知识要打稳 嗯 然后去 融会贯通那些概念 嗯 然后接着就是 练习 光只是看 可能印象就不够深刻 比如说像我课程的话 是很多作业 对 把上课学的东西 然后做出一个成品来 网络上又有很多一些程式的题目 嗯 跟你实际上到一个企业 比如说现在在房仲业 做后端 那个差异性会很大吗 有了这些练习 然后 先至少会写程式了以后 然后课程后面就开始 做比较大型一点的专案 而且还是跟同学一起合作 做一个网站 已经跟企业 要的差不多了 嗯 这么拟针哦 还是说 已经很接近企业 他们平常工作在 开发网站会碰到的 需要的技能啊 需要的经历那些流程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没有 觉得被打败过 没有觉得太难 我真的有一天 我也有可能成为工程师吗 有一方面是觉得 如果有课程这样带着你 我就跟着课程一步步来 就只要按照他的设计好 按部就班的 对对对 可是你不会觉得说 我会不会过不了 他的设计的内容 会不会太难 会不会鸭子听雷 后期要做专案的时候 的确会碰到的 砍或挫折会比前期 可能稍微不一样 然后又稍微比较难 那不是更增长吗 前三个月我都学了 学到四五个月就好难哦 过期是真的要做出一个网站 然后未来 也知道他是要 可能面试的时候 可以攜带的一个作品 一定要做出来 然后 做到什么程度 每天熬夜做 假日做 对 虽然没有熬夜 但是假日 也就是花蛮多时间的 假日六日 只要有空就在做 那六个月的时间 对你来讲是很扎实的 是不是 很扎实 几乎没有休闲的时间吗 我自己休息时间是 比较没放那么多 我觉得一天平均 十个小时 投入这件事情 有把他对 所以比以前上班的时候 还要认真 投入 专注度跟心理 全神贯注 全神贯注 那你后来拿到了 那个 那个 offulator嘛 对不对 两三家吧 两三家 好 反正重点是 是 那个 是求人咯 是来求 Jenny咯 你那时候的薪资 跟你在当护理师的时候 相比起来 或是现在的话 是如何 我觉得大概比 就是 我觉得大概等于 我以前 没有报业班的 薪资 那 你 你后来啊 就是说 当了工程师之后 跟你原本的想象 有什么差异吗 比如说 哦 原来也是要 也是 也是要跟人接触的 哦 原来也是有 很多是 场面是 不可预期 不可控的 还是说 我觉得还不错哦 就是你后来当工程师 之前跟之后 有什么样的差异 我觉得我现在工作 其实 大致上是觉得还不错 哪里不错 具体的说 呃 现在会 接需求 当有需求说 要开发什么功能 或是维护 哪些地方的时候 我都能够做 做得出来 嗯哼 跟你原本的想象 有什么落差吗 然后回头再去跟 护理师比起来 有什么最大的差异吗 落差就是 线上有些 比较紧急的 bug 嗯哼 要修的话 因为网站 专案很多 模组很多 就是 架构很大 如果说像 那种线上要紧急 修补问题 嗯哼 如果没有对那个问题 事先有一定的了解的话 我是觉得 如果要去维护 或者去修正 那蛮不简单的 然后有时候或许 在非上班时间 可能网站出问题 嗯哼 也要 嗯哼 对 其实可能就要 嗯哼 那你喜欢现在生活吗 跟那四年在医院工作的 时间比起来 现在挺不错的 就是 挺不错的 挺好的 以前常常要面对 心理压力也是 心理压力 也是有一定心理压力 但他们就是生病了吗 对 如果对 如果要这样 对啊 他们生病不够当下 我确实是面对 那样的情况的时候 心理是会有压力的 嗯哼 然后现在 现在就是已经完全不会 所以现在的一些压力 是来自于一些 比较是 突发的一些系统上的问题 对 我可能 不是很快的那种 懂懂懂 你是慢工出细活的这一种 对对对 应该很多你的同事 都是跟理工背景 大学科系是念理工背景吗 你自己会觉得 在做工程师的这一年 即将满一年里面 自己 就你不是理工科系的 你会觉得有压力吗 跟同事比起来 会觉得赶不上的那个压力吗 的确是会有那种 赶不上的感觉 嗯哼哼哼 他们知道的东西 有时候对我来说 就是太多太多了 那你现在怎么样 去补足这一块呢 因为工程师好像也是要 一直学习嘛 对不对 有时候下班时间或假日啊 就要再另外花一些时间 去了解工作上 可能有碰到 然后不是那么懂的 上网看看资料 OKOK 我觉得从你 我们刚刚 差不多半个小时的 谈话里面 你算是一个窄窄的女生吗 比较文静 内向害羞 内向害羞 对不对 有吧 对 有吧 跟工程师也要跟人家沟通啊 不过沟通 如果是跟 就是可能一开始 不熟悉的同事 或是要合作的时候 可能刚开始会比较 紧张一点 熟悉以后 应该是就 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OKOK 所以是比较慢热型的人 这样子 对对对 好 那我要问一下 如果是给同样 非工程师的背景 想透过学习的人 他成为工程师 那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 就是要有一些 自己的休息时间 也要拨一点时间去学习 的一些心理准备吧 就是要比别人多花更多的时间跟心力 在这件事 特别是他不是理工科系背景出身的 对不对 可能算下班了 可能还是多少 可能还是会要花一点时间 在这上面 是是 很务实 他的技术也都是推成初心的 会一直有新技术出现 还有就是 要面对就是 工作上技术会是更新 是 没办法同一个 可能没办法同一个用到底 是是是 同一招用到老 所以他要不断的学习 对 这很重要 这一点 不然你可能 可能没多久 两三年就会被淘汰了 过去用的东西 现在就不能再用了这样 好 如果没有特别要补充的话 我们就来 帮粉丝敲碗 我们来听听看 年轻的Jenny 如果以她自身的经验的话 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那这位粉丝是在 104职业诊所的网站上 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是来自半导体业的工程研发 他就已经是一个工程师了 31到35岁 他现在想反向的问 他想离开工程师的工作 转当保姆 女朋友觉得他疯了 那他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好 他自己的描述是 他在竹科 是一个宅宅工程师 那最近因为接触了一些 职业咨询 他开始重新思考 自己的人生了 他主要是想到说 自己好像真的快要受不了 这种爆肝的生活 那在爆肝之后 他渴望能够平平淡淡的 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他觉得收入比现在低 也没有关系 只要事情是他喜欢的 能够过得了生活就可以了 那特别是他以前大学的时候呢 他念的是康辅社 他也喜欢去偏乡 国小带营队 喜欢跟小朋友相处 那他就单纯的想问大家 从一个极为热门 炙手可热的半导体业工程师 转去做带小孩的保姆 大家的想法是什么 Jenny你会怎么看 特别是您过去也担任过 照顾病患的护理师 这个方向跟你来讲 有一点是相反的 以你的经验来讲 虽然你很年轻 那你听听看这个故事 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如果说这份工作 刚好忠于你的内心 就是有一种 你发自内心的 喜欢这件事情 内心常常 可以有源源不绝的动力 去支持你 然后刚好 就是符合你这个工作的话 我是觉得 工作起来会很愉快啦 那个心情是不错 当然不能一股脑的时候 还不错 还是有时候还顾虑现实层面 我刚好就是跟 这位网友不一样 对相反 不是爆肝的那种工程师 这么好 对我工程师 因为性质的关系 所以没有 可能没有像那个网友一样 必须要爆肝或是熬夜 去做工作 所以其实Jenny会给 这个人的建议是说 回到自己的那个初心 你就想说 自己是真的喜欢小朋友 还是对工程 对工程的这个领域 是有兴趣的 还是说真的 只是不喜欢爆肝的生活 如果不喜欢爆肝的生活 就像Jenny讲的 也有不爆肝的工程师嘛 只是相对的薪水 一定没那么高嘛 对不对 这也是这也是 这也是嘛 好 所以还是要回归到 他自己本来的内心 有没有源源不绝的 喜欢这件事情 有时候工作上的确 就也不一定 就是只会出现 你喜欢的东西而已 还蛮成熟的 就是工作上一定会有 不如意的事情 不开心的事情 那他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真的 一定要放大 那个不喜欢 去掩盖了原本的喜欢 这件事情也可以 静心下来 好好想一想 对不对 对 仔细好好想一想 应该会有一些想法 OK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Jenny来跟我们分享 这一集的主题 叫做学吧 当工程师 Jenny是一个 很特别的案例 她从过去四年的 护理师的工作经验 毅然决然地 离开了护理的工作 透过半年的自学 就很厉害地 成为一个后端的工程师 到目前为止 28岁年纪很轻 做了一年的工程师 很喜欢目前的工作吧 OK好 那Jenny是一个 很害羞内向的人 今天我们相信 她是突破了 很大的心防 跟拿出很大的勇气 来参加我们的Podcast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Jenny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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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别忘了到Apple Podcast 帮我们打薪评分跟留言 假如你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到植牙诊所来发问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 也欢迎您投稿想听的主题 投稿连结在节目资讯栏里 请订阅Podcast频道 追踪我们的IG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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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